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咦? 買齊泡菇汽水看電影嗎? 嘿! 買齊泡菇汽水當然是趕回家聽映畫春秋啦 5月31號晚的映畫春秋 好啊 我們今晚有暫時的三位 我是Grace Gear Thomas 應該也會有Alice 因為鑑於有很多電影 我們就不講消息 我們直接進入一部電影 我先講一部是否法國片 應該不只法國 先當法國片 這部電影是未上的 今個星期四上的《蒸氣女孩與不死貓》 其實因為今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 上了這部電影 所以我和Gear兩個已經看了 我有一點意外是為何會上這部電影呢? 不是不好看的 但是 挺另類 算不算呢? 沒有什麼賣點 而且如果動畫、片商也好 很多人都第一個時間想 小朋友看不看呢? 這一部就很明顯不適合小朋友看 不是說它很血腥 也不是說它很噁心 但是它的東西是很深的 其實是否呢? 我覺得它有點像那個《瘋狂》 什麼? 《美麗刀》 《瘋狂約會美麗刀》 是的 《瘋狂約會美麗刀》 其實我進去才知道 咦? 原來不是我預期的那樣東西 也挺深的 歐洲的動畫 其實都不是 兔兔都那麼小同樣 其實這套 它加了隻貓上去 已經被《瘋狂約會美麗刀》 沒有那麼沉屈 這一套就是《蒸氣女孩與不死貓》 我為什麼會看呢? 除了因為電影節有放 我看到它是在《安石》的動畫 《瘋狂約會美麗刀》 是拿了獎 還拿了大獎 我看到《藍德》電影節有些好東西看 當然是看 因為貓而已 沒有東西的 其實它配音陣容都不弱 找了Marian Kotickler去配女主角 所以其實套戲對我來說都挺有吸引力 其實這套戲裡面也挺有趣的 它是說在1941年的巴黎 假設這個世界還沒有發電 發明電 所有東西都要用蒸氣來運作 那時候還在打仗 是的 就是說 那個小孩叫艾寶 她的父母是一個科學家 她的父母也是科學家 她的父母也是科學家 但是這個時候 因為在那個時代 所有科學家都要抓走了 因為她不能夠讓他們發明一些東西 能夠令到這個社會進步 如果這個社會有進步的話 不打仗 那個政權就不能夠一直維持 其實是的 所有科學家都要受到政府的徵召 去研究一些武器幫助打仗 是的 當然也有些科學家就拒絕 做一些戰爭機器 都會四處走四處躲 在他們走爛的途中 他父母就失散了 失散了 他就流落在街頭 每天都嘗試遵循他父母的研究 繼續研究那些 血清 那些強的血清 對 總之當他是先丹 是的 然後這個伴主艾寶 就是一隻懂得說話的貓 叫達爾文 他不聽的 他不聽的 然後奈寶 大到一刻 發現他父母的血清 原來真的能夠有他的功能 但與此同時 亦都和他失散了爺爺相遇 但是這個時候 追兵來到 因為已經開始捉人走了 在期間艾埔認識了一個男生 跟這個男生叫做祖利斯 去避開這群人的追捕 應該說是可以揭開一些陰謀 因為這部電影又是不可以講太多的結局 這部電影我覺得它的主題是很明顯的 是講保育的 是的 因為它那個世界是用了精氣的 然後他們每一個人如果你不去保護這個環境 其實那個環境不斷受到一個破壞 而且它最有趣是說它沒有電 社會完全是不進步的 是沒有電 發展了很久都是要靠著燒煤去推動很多東西 是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法國的漫畫街 一個原著改編的故事 其實是安石動畫至最佳的電影 其實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你會覺得公仔很噁心 它人切都是畫女生的樣子已經很醜了 但其實我說噁心不是貶意的 它不是很醜 但我應該是和你平時看的那些日本動畫 或者是美國的動畫 它是故意把人的樣子畫得不漂亮 就是畫得比較平凡 你看看背景 它那些細緻的東西其實都是畫得很好 做得很好 畫得漂亮畫得很好看 尤其是它設計的那個巴黎 本來巴黎鐵塔只有一個 它裡面設計的是巴黎鐵塔有兩個 雙子塔 雙子塔 而且在那個世界裡面 色調是很灰暗的 很灰暗的 沒有什麼希望 因為沒有電力 很多東西就變了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灰灰沉沉的 文不聊生 其實它透過畫風很多東西都已經顯示了出來 它裡面也有說說 當時的巴黎 那些人民的生活很苦 因為你每一天都會陷入一個打仗的情境 整個國家是不停打仗 打了很多年 還有都沒有進展 都不知道要打到什麼時候才結束 而且它變了 因為它沒有了科學家 沒有人去研發一些新的 令到沒有一些新的產品出現 變成它們永遠停留了 在一個二、三十年代就沒有進步 其實它的設定是挺有趣的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為什麼社會沒有進步呢 就是你幫人打仗 對 就是這樣 因為當權者的野心 它為了它自己的利益 它不是為了這個國家的利益 完全是斷送了 連人類的進步也沒有 它甚至乎 好像戲裡面沒有說過什麼原因要打仗 沒有說 沒有說 其實它只是說要打仗 而且抓了科學家 就是為了研發一些新奇刺激的武器 去對付人 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它的故事設定 主要是說 那個女生是怎樣去研究血清 然後怎樣去逃避 然後從中 他怎樣跟那個男生有一個交流 當然 其實套戲最搶鏡 就是那隻叫達爾文的貓 因為達爾文本來快要死 因為只有百年多 誰知意外 吃了血清之後 就變了力大武功 而且它真的不死 這個才神奇 所以 很多很幽默的情節 都發生 因為達爾文也算是一隻 比較毒蝕的貓 所以有很多很幽默的情節 都在它身上出現 然後其實也有一些很驚險的場面 還有說他父母也有一些 其餘 其餘 其實爸爸很清醒 媽媽反而很相信當權者 很麻木 相信一些事情 他覺得他自己所做的事情 可以令到這個世界更美好 但實際上就不是了 而且我挺喜歡他 他的設定 去到外寶見到他父母之後 他發現到那些東西 其實是很有趣的 他把一些 但又不能穿 對 不要穿 因為他把一些東西 假設了出來 去到那裡 其實裡面看起來是很美好的 但原來 有些東西 當權者 拿著權力在手的時候 然後把它用得很盡 你就會看到很多問題 然後有問題 發出 就是把一些人 善意地提出一些意見 或者他把問題 指定了出來 就會變成他的錯 是啊 這個東西 他不僅僅說保育 他只是說一些政治 或者一些權力 人 權力腐化 人面對權力的時候 其實很深 戲裡面有個角色 是一個警官 是很麻木的 那個警官是很麻木 也完全跟 不是很有型 很聰明的偵探 是那個肥佬 才可以這麼說 是有些像 應該是像德國的秘密警察 嗯 他根本就是專門 找人的錯處 然後抓他出來 他做了笑 是 押頭下命令人做事 他是不問恩由 即使那個科學家跟他說 其實你有沒有想清楚 你所做的是什麼 他沒有的 他接命令人做事 他覺得他完成了那個命令 他就已經完美了 不是 他也是想著 他說要做一番事業 做一個當權者去操控很多事情 是的 所以我就是說 這部畫如果是給小朋友看的話 都很難明白 他們 後15分鐘應該就叫要回家 因為其實這部畫 我覺得 他還沒說艾寶長大之後的故事 即是貓貓吃完那隻 不死藥之後的故事 其實前面都鋪排了很多東西 你一定要給點耐性去看 因為其實好像我們都說 歐洲動畫和我們看開日本 或者看開一些荷里活動畫 不是很快進去 他是慢慢慢慢進去的 他很多東西都是慢慢來的 因為這部戲 如果可能變成荷里活搞的 起碼少了15分鐘 是的 會的 其實這部戲也不是短的 這部戲也有百多分鐘的 還有人物可能要畫得更漂亮 雖然我也是這樣說 雖然我覺得可能在人家眼中 即是我說他的公仔很醜 是在人家眼中的公仔很醜 但其實本身我 我是很接受這些畫風 我覺得這些是很獨特的畫風 我覺得不可以 你不可以永遠都看死一種美 我覺得是 另外一些很特別的畫風 他很貼實 他講一講故事 背景 以及色調 我覺得所有東西都很配合 他只是人物 我覺得他是故意 人物方面 不用一些很卡通 很帥仔美女的畫法去畫 是的 他反而是專注 你要專注其他東西 我覺得他給了你 他亦不想人們 集中一些東西 在人物身上 嗯 因為他戲裡面很有趣 沒有電力的一個法國 原來都有些東西 原來會這樣出來 還有沒有電力的人 會怎樣生活 或者到後面說了有電力 電力被人發現之後 就會怎樣 又會怎樣 很有趣的 他有很多假設性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部電影的幻想力 都挺豐富的 雖然他比較成人向 不如說起這些比較另類的動畫 其實我剛才查過資料 近來奧斯卡 也有一些 不是主流的動畫 提名到奧斯卡的最佳動畫 包括有一部 就是之前 有一部 有一部電影叫做 The Song of the Sea 就是一部 愛爾蘭法國 九龍國家合在一起的影片 是一個改編至一個海洋的童話 另外最近有一部相畫 那一部叫什麼 哪一部 小王子 不是小王子 那一部是 泥膠公仔那一部 不正常的瑪麗 不正常的瑪麗 不正常的瑪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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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有口碑 好過好評 那部動畫是很成人的 絕對是成人的 沒理由被一個年輕人進去看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還有今年稍後的時間 應該有一部 是油畫風的動畫會上 裡面好像叫做The Vincent 是范高的畫來做動畫嗎 它是油畫風格的動畫電影 好像是嬌陽賣了 可能大家偶爾在嬌陽的Facebook看看 應該也有說過 嬌陽沒有生理錢的 新樂師是否在香港也放影過 他好像在電影前放過 但沒有上過正常 沒有 沒有 正常一定沒有 但它的工具是很卡通的 很小朋友的 即是說一些很傳統的歐洲 即是一些歐洲神話的故事 對 所以我才說 如果看《精氣女孩與不死貓》 真的不要抱著一個抱一個 你不要帶小朋友進去 但我覺得他們真的不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尤其是 這次他們的法行 是沒有做中文配音的 他是用回原音 他是用英文還是法文 法文 成通是法文 所以你入場的時候 你要考慮一下 如果你帶一個小朋友進去 因為其實真的 裡面說話比較成人香 雖然你說貓會說話 是很卡通的 但我覺得那隻貓 毒舌的東西 其實小朋友應該不會太明白 他裡面說的話 如果想看小童 可能會走去看《少女預券車》 是甚麼來的 很厲害 那一套日本盲藝的卡通片 我不太適合 其實都是不適合 說話不適合 現在我們說的那套 就是法國動畫 然後我們說一套法國片 就是去年康城影展的競賽片 拿了一個最佳女主角 其實他應該說 那時候我記得最佳女主角 傳了出來 那時候有份競族 就是其中一個 就是我們熟悉的舒奇 就是用這個刺客獵人樑 那時候就是 華語這邊的新聞界 就說 舒奇輸了 我給這個 看完電影 我都明白為何會輸 舒奇輸給他 你做這個刺客獵人樑 其實是很平的 舒奇在刺客獵人樑 有什麼地方 很沉默 你不如問一下記者 他們都是這樣寫的 我真的不明白 看電影我都知道為什麼 刺客獵人樑 我不明白為何華語的記者 或華語媒體 是對這套戲最吹捧的 其實這套戲是OK的 我不是說這套戲不OK 但是我覺得 還有華語片 可以去拍攝 還未去到他們 吹捧 好像世紀佳作一樣 確實要對比 一代宗司 我會覺得一代宗司 比聶人樑好 那是 一代宗司 雖然不是真的 那麼相同風格的 我覺得雅俗共賞 一代宗司會比較容易 因為刺入聶人樑 我發覺很多人都不太喜歡 因為他覺得他實在流霸得太多 而且風格也不太合 我們說回這套戲 說回這套戲 這套戲 他的法國片 其實譯了中文字 叫我的國王 其實我看完這套戲 我明白為什麼他這樣譯 香港就叫做 戀上錯的人 其實劇情很簡單 我想說那個女導演 導演是女人 其實也有參與一個劇本的制作 導演是諾比桑的前妻 咦? 我看完這套戲 有些感覺 其實他是把她自己的婚姻經歷 投寫在這套戲裡面 那我就明白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諾比桑是一個這樣的人 對 其實這個故事很簡單 就是說一個女律師 Tony 話說意外受傷 其實話說意外 很大部分是人為的 然後 其實她在她受傷復康過程中 穿插她認識她的前夫 George O那段經歷 然後就說她如何由她受傷復康的治療 去治療她自己經歷的感情傷痛 其實故事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次她處理這套戲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一件事 她沒有醜化任何一方 就算是男方 男方我覺得也沒有 只不過其實 你覺得沒有 我覺得男方很壞 你覺得很壞 其實我覺得 好像Tony的弟弟 是不斷提醒她 其實有告訴她 這個男人其實不太適合你 但這個女人 原來一步進去愛情的時候 即使Tony 是一個律師 她是很講究 因為大家都知道律師那個 那個形象很強 女強人 而且她的思路很清晰 她會很講邏輯 但你覺得 進去這個愛情關係裡面 連Tony 一個這麼強悍的人 受過這麼高的教育的人 都不能夠自拔 她都很糊塗 因為其實一切事情發生很快 一說到她在酒吧 認識了一個男人 兩個人激烈定她上座 然後不妒忌 然後馬上結婚 又生了女兒 然後發現原來 男方有很多東西是隱瞞著的 那個女人是不知道的 到你結婚了 生了女兒 然後才發現原來 原來是一鑊一鑊爆出來的 是的 那戲裡面 做了一個壞男 其實我覺得 一個比較 又是否叫沒有腳著仔 叫做 Winson Castle 他多數都是做這些 類似野獸向的角色 他做這些沒問題 因為他的樣子就是這樣 其實他在遇到Tony 那個時候 其實他人是怎樣 他是一個有餐廳的老闆 他身邊的女伴不絕 個人很風趣幽默 但是你覺得他做事很拖泥帶水 尤其是對感情方面 其實在這裏 我覺得他已經 而且我覺得他人很自私 是非常自私 非常自私 是的 他是完全沒有顧及Tony的感受 因為說到 說到那個女方 Tony懷孕 然後他產前抑鬱 然後那個男方還敢死去見他 之前的女朋友 我覺得這個關係 很奇怪 是不應該出現 是 如果女性角度來看 就是好像 因為那個男生 George 我覺得他附了之前的女朋友 因為那個女朋友有抑鬱 而且當知道Tony 有了嬰兒之後 這個女人去自殺 George 我說我要負責這個女人的所有事情 然後他看到Tony 因為他產前抑鬱 令到他開始情緒起伏得很大 他竟然提出一件事 是多令到一個人 令到他的病況更加深 就是搬開去住 對 搬開去住 你有空可以過來睡 我們大家的矛盾就會比較少 但其實不是 這個是催生 令到Tony更加痛苦 病是更加壞 情緒更加 推到一個很惡劣的地方 然後 即使Tony生了嬰兒之後 然後他才發現 George有些是不良嗜好 然後你又覺得 George有些人不會去保護Tony 他只顧著 他跟Tony的嬰兒 嬰兒 嬰兒 然後整段感情之中 他令到Tony 很痛苦 他又不肯離婚 為什麼 因為他要保護 因為他要獲得 那個小朋友的撫養權 他又不想爭 因為覺得很煩 而且他知道Tony是一个律师 他会知道很多办法去维护他自己的权力 但是其实在整段关系里面 你会觉得Tony只不过是一个很被动的方向 他之前离过婚 前夫也是对他不好的 然后遇到这个男人 他以为这个男人给了一个很好的家庭 又有一个小朋友 但原来又是有问题 他一直不肯离婚 因为他希望小朋友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但是他发觉如果他继续继续持续这种关系的话 Tony会瘋了 但其实有一点最讽刺就是 Tony想着我和你永远都不要见面 但其实我们看到电影 中段也说他们离婚后 因为他们始终有个小朋友在这里 两边都会见面 而且如果他们两个再见 其实他们会有一个感觉在这里 因为他们的情节始终是斩不断的 对啊 其实到最后他们也斩不断 其实他是一个公开的结果 其实他怎样跟这个男人 都是断不了的 他就算他之前会发生一个话说意外 其实因为对Tony来说 他有时觉得这段关系是一直压迫着他的 虽然分开了 但因为他们常常偶然会见面 偶然又会有一些冲突 令Tony的情绪起伏得很大 所以才会做出那些我们叫做傻事 其实好像我们开头讨计 开头那个心理医生都知道Tony 其实他不是意外的 他那个话说 令到他自己的十字人大撕裂 是因为他自己的情绪 令到他又有这个迹象 但之后他经过复康过程 他不是遇到很多年轻人吗 其实令到他自己的情绪起伏得很大 开始放下那个感情 但当他又见到George O 那个感觉好像始终是牵起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感觉 但我会觉得George O 是不想再 你看到George O 对他的态度很冷淡 但是你觉得女方其实真的很想 对男方是情不自禁的一个感觉 男方也是 但是男方已经开始觉得 不想再有那个关联 大家看到也不想有任何的 你觉得他们两个没有交流 对啊 后段没有交流 因为如果他们再有交流 就会再伤害对方 所以其实这部电影叫My King 因为女主角其实是不断被男方吃死了 对啊 这部电影我自己觉得 女主角的演技 其实他做的那种崩溃的状态 是很入育的 其实这部电影很容易会做到过火 但我又觉得他没有这件事 你觉不觉吗 因为他拿捏得很好 有些情绪位 还有这部电影里 我觉得他的造型 我们看到他去到疗养的时候 他的样子很苍老 但是当他遇到George O 有神彩飞扬 因为可能化妆 但是你也要配合那个女演员的演技 你才能够有这个效果出来 我觉得是 这部电影 如果说感动呢 我又不算是很感动 就是他给不到一个 看完之后令我心碎的那种感觉 这部电影我看完我深信我真的没有 我只是觉得他们这两对人是不适合对方 但是又要勉强 即是你一开始走在一起那一刻 其实已经是很 已经有问题了 已经是很魯莽了 即是他弟弟也说 其实你 你不对的这个人 但他死也要在一起 最后就会有这样的结局 其实你只可以说 他们在一个不适合的时间 遇到对方 但是当大家成长到一个阶段 去到适合对方的时候 就已经不能够再在一起 但是Thomas 你好像说 有一部电影令到你真是心碎 就是过往来看了 有一部电影 一部电影是《比利是片》 就是《伤失的情歌》 就是说到女儿患了癌症 接着两夫妻为了医 出尽办法去医女儿 接着又有很多的冲突 两个为了去 两个都很努力去维系那段关系 但是最后都是破碎收场的 看完那部电影之后 整个是下跌了 整个人都借了 是借了的 另一个例子就是有人喜欢男的 又是说了对男的 就是由拍拖相爱 到我完全没有感觉 连做案都没有感觉 那种感觉也是看到人家心都睡了 这两部电影就看到我心都寒 但是刚才说的那部《马罗》 就去不了那种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说的一件事 最开始你说的一件事 因为她是用很多女性的角度去拍 因为女人去看 她很多观点和感觉 都是站在女性那边 站在女主角那边 是的 那部《马罗》 《马罗》 《马罗》 我觉得是战男人 嗯 我看那部电影 其实我觉得是 拖戏 如果换回一个比较贴切的名字 就要戀上周永恒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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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周永恒更加贱 更加贱 贱到贱中之霸 但是这部电影我看完之后 你刚刚再说过女导演的背景 我就明白发生什么事 如果看回那个女背景 就是要做Marina 或者法文名字 我不知道读得对不对 是啊 那他其实就和盧比桑 1991年就相遇 就相云了 16岁就已经生了个女儿了 16岁就生了个女儿 是啊 这么早 盧比桑吃女无数的 是 然后他也有份拍盧比桑的第五元素 个个记 个个记 然后没多久 盧比桑又有外遇 吃女 你就是吃了第五元素的女主角 然后就离婚 然后搞了很久才重新復出 是啊 其实那个女导演本身的经历 很相似 那部电影里的情人是很相似的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为什么拍到这么多肉呢 因为很多都是他自己夫自自道 哈哈哈 之后他也和另一边结婚 但都是离婚收场 其实两年后就离婚了 所以他可能加了很多自己的感觉上去 所以我觉得女性 就像我 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些位置都挺痛的 对女性来说 但是男性是不会觉得有感觉 就是没有感觉 那个感觉不会那么大 我觉得 另外还有一套作品 要守护天使 波丽使 应该是台湾译名 是拿了一个康城影天的评审团奖 导演也有一些名气 但是这部电影在香港也是 我想是否要找回法国电影节会上 难点 因为很多康城影展拿一个奖的戏 不代表香港会上 就像《堅劳志》有一套叫做 《吹动大蜜的风》 台翼叫做 《风吹蜜动》 香港叫做《风吹蜜动》 其实都没有正式上过 甚至连碟都香港没有发行出过 是啊 法国片差不多都讲到这里 是啊 稍后回来我会讲荷兰片 是啊 稍后回来再听我的《阿春秋》